話說夏蘇在第一集裡抽過我之後,她又已經成了我的神 我這輩子光頭為她而留,不是我這輩子短髮為她而留 這是可以說的嘛 但老觀眾都知道,當時我也留下了一個疑惑 就是清純女神夏蘇的嘴裡 為什麼會有一股三字頭軟中華的味道 這懸念一直到現在都沒有解開 這個問題我也想了很久,想到我皮頭有點皺了 這也是可以說的嘛 那邊閉嘴啊,你沒事吧 可以可以 在那之後,我也陸續拜訪了葉師傅、陳教練 和陸曉與師傅,都問不出結果 夏蘇嘴的味道呢 也從三字頭軟中華慢慢變成了廢電茅台和五涼葉 還帶點老彈酸菜的香味 隔壁小孩聞到以後都殘酷了 衛附款期待收穫,尺碼較大,建議復讀,敏感機不要用 什麼鬼啊,你有發病是吧 欸,印尼小弟是可以說的嗎 啊,怎麼不能呢 第十五集 啊,阿牧,我來靈魂附體一下 喂,拓海,別吃了碎碎了吃啊 起來捉健身操 聽說你的本草綱木最近很火啊 夏蘇 夏你老莫 老莫 你又喝加奶茶了是吧 你不是叫我來陪你調查夏蘇嘴裡的秘密嗎 對啊 可以正常一點好不好 啊,所以你到底想問誰 夏蘇的秘密啊 我想既然你們都不知道的話 那只有最後一個人可以問了 Who is 就是在我們屁股後面那個老六 六中六中六啊 這老六最近很有名啊 長分幾千萬啊 不然是你 六跟紅 拓海啊 你有二十年沒見過生了吧 現在我才是頂流啊 賽車贏了我 我就告訴你下出的秘密啊 哈哈哈 我看你幾秒能追上我 嘿嘿嘿嘿 又可憲 可憲 啊 啊 什麼鬼啊 哼,人類 啊,所以 又到了我給大家 揭開真相的時候了 柳跟紅逼著拓海 跳了五百遍本草岡木操以後 還是說出了夏蘇的真相啊 我準備好了 你說吧 首先 那坐在奔馳徹裡的 確實是夏蘇啊 但是 並不是我們想的那個原因啊 拓海之前說 奔馳叔叔才是邱鳴山徹神 其實徹神另有其人啊 因為夏蘇 是奔馳叔叔的駕校教練啊 所以 他坐在奔馳復駕駛位的原因是 沒錯 是為了指點降山啊 教練 都是坐在復駕駛位的 對吧 這樣一來 好像都講得通了 他走得出來去鄉下住幾天 其實是為了 叫奔馳叔叔飄移對吧 沒錯 因為夏蘇 不想讓你知道他真正的實力啊 他害怕對你打擊過大 然後你放棄夢想啊 真是一個 用心良苦的好姑娘啊 等一下 那他嘴裡有煙味的原因是 那根本就不是向煙啊 因為油價太貴 奔馳叔叔叔只能加柴油 夏蘇嘴裡的煙 都是因為他日夜操勞 嘴裡面留下了奔馳的尾氣啊 你懂我意思嗎 原來我一直都湊過來的夏蘇 原來他才是真正的車神 我要 我要為他寫一首歌 叫夏天的樹 寫給我的夏蘇 夏天的樹 夏天的樹 很像飛的 沒穿你哭的 塑造 喂 什麼東西啊 大家最近在家也要注意身體啊 早睡早起多多運動啊 懂我意思嗎 直接敬禮啊 省鹿啊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